经常出汗18左右预屏风 30左右森林白竹散 50左右用姿白 首先我们来说一说 18左右用预屏风 这个年龄段都处于青少年时期 此时的身体状态有三个特点 分别是 羊肠有余而阴肠不足 肝肠有余而皮不足 心肠有余而肺不足 此时正是身体快速发育的时期 气血经液代谢过于旺盛 体表的胃气不能及时的固色 就导致身体出汗多 这期间免疫力不是太好 容易感冒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补肺气了 然后30左右用森林白竹散 这个年龄段出汗多 跟脾胃受损有关 由于长期熬夜饮食的不规律 缺乏运动 咽酒的危害和情绪不稳定 导致脾胃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 我们之前讲过脾土人生肺筋 所以脾虚也会导致肺气虚 这也是出汗多的原因 同时还会伴有食欲不好 四肢无力总是疲惫不堪 吃完饭就想上厕所 大便总是不成形的现象 此阶段就要注意 健脾补肺了 最后50左右用脂脖地还完 这个年龄段出汗多 跟圣经不足 圣经亏虚有关 此阶段的人 圣经化身的速度开始衰退 时间久了 导致圣经不足 会出现倒汗 也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多 醒后汗子的现象 平时还多伴有腰膝衰软 五心繁热 手脚心发热 头晕耳鸣 口干舌燥的情况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 滋阴清热了